2008年的夏天,莫言在家中的梁蚁上接受了《西班牙国家报》记者的采访。 记者问他,中国作家何时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? 他沉思了半天后回答,或许一百年之后吧,可是谁能料到? 仅仅在四年以后,他就从瑞典国王的手中接过了这个文学界的最高奖项。 虽然莫言获得了750万的巨额奖金和空前的国际荣誉,但是这也让他深陷泥潭,主要原因就是我国文学圈自古就有文人相亲的优良传统。 获奖后的莫言受到国内同行的集体炮轰,一众文人作家公开发表了《中国民间人士反对莫言》, 备受于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开信,要求诺贝尔文学奖取消莫言领奖资格,甚至有作家创作了《莫言批判》等书籍以攻击莫言。 面对络绎不绝的作家学者的攻击,莫言本人也常常感到心有余悸,接到采访时他说道, 不大敢说话,一谈什么,马上就会有人来攻击。 莫言的做法是,沉默以堆,不予回应,只是安安静静地写书,用自己的作品说话。 而莫言之所以有这样的好脾气,是因为他有一个了不起的母亲,是他的母亲教诲了他宽容和理解。 莫言小的时候,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利捡麦岁,看守麦田的人来了,捡麦岁的人纷纷逃跑, 莫言的母亲是小脚,跑不快,就被捉住了,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,当场扇了他一个耳光。 他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,看守人没收了他们捡到的麦岁,然后吹着口哨扬长而去。 莫言的母亲嘴角流着血,坐在地上,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情。 多年之后,那个看守麦田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,他在集市上与莫言相遇,莫言冲上去想找他报仇。 这时候母亲拉住了他,平静地对他说,儿子,那个打我的人,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。 除此之外,他的母亲也交给了他许多为人和处事道理。 莫言生来相貌丑陋,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他,学校里有几个性格蛮横的同学,甚至为此打他,他回家痛哭。 母亲对他说,儿子,你不丑,你不缺鼻子不缺眼,四肢健全,丑在哪里? 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,多做好事,即便是丑也能变美。 后来他进入城市,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,甚至当面嘲笑他的相貌,他竟然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,莫言称自己为一个宛熟的人。 他认为宛熟的人是生活中一类人的代表,他们没有什么大背景,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现在的成绩,然后继续打拼。 就正如莫言自己出身于普通的农村贫困家庭一样,他的成功属于大器晚成,也是他一个作品一个作品堆叠出来的,付出了无数艰辛后,才慢慢熬成功,就像是一束宛熟的稻子。 莫言在自己的书《宛熟的人》中这样写,本性善良的人都宛熟,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,后来虽然开窍了,但他仍然善良与赤诚。 不断寻找同类,最后变成最孤独的一个人,莫言就是这样一个孤独且善良的人,即使是面对疾风暴雨般的批判,他仍然保持着谦虚和宽容,他甚至会给批判自己的人回信,他是这样回复的。 说实话,我连小学都没毕业,能有现在的成绩,是读者对我的错爱,还被戴上一顶著名作家的帽子,实在让我汗颜,这是多么的谦逊和真诚。 任谁看了都会佩服不已。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,日本作家大江剑三郎曾说过,如果在世界上给短篇小说排出前五名的话,莫言的应该进去。 莫言在晚熟的人中写了十二个短篇故事,这里面有最离奇的情节,也有最真实的思考。 从上个世纪到现在的生活,从早庞子到互联网,见证了一个普通而晚熟的人如何看待繁杂的生活,现在有多少孩子都不愿输在起跑线上,迫不及待地想要长大,又有多少年轻人身负生活的重压,拼了命地想要实现财务自由,我们当然应该努力进去,但是不要被埋入生活的痛苦中。 如果我们注定是晚熟的人,那么就应当要学会享受这份晚熟带来的孤独。